你平時看到旺角銅鑼灣寵物店的狗 其實牠們背後的爸爸媽媽 都是像Rose她們一樣 一輩子住在一個籠裡 一輩子踩著自己的屁股 如果牠們有選擇 牠們也不會選擇住在一個籠裡 不停做3DP的一個機器 又有些隻眼珠發炎掉出來 買狗的背後或者買貓的背後 其實牠們都是很殘忍的 我叫Cony 其實我是一個兒童書和地圖的畫家 其實我做插畫都做了10年 我亦會在一個本地公司做動物義工 一直有Foster狗 一直都有Foster一些老狗 繁殖場的狗或者BB狗 有一段時間是聖誕節 我看到我上一隻狗叫Rose Rose好像小草一樣都是Poodle來的 也是來自繁殖場 首先牠沒有牙 因為牠長得太多所以脈質流失 而且牠的前手其實是反了兩下的骨 所以牠的行路是伸低的 整條尾龍骨都歪了 最初在領養中心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抱起牠 牠有時會喊因為牠的位置應該痛 牠的手的時候是做了一個Plate 因為牠其實反了 我們就要固定牠的動物 雖然牠身體上很多不舒服 最初沒有毛 又很癢 牠一回到家很開心 離開了領養中心後 回到家就變成了另一隻狗 直接下街走很興奮地跑 香港這方面的教育 我覺得還有很多可以做 所以大約一年前決定要出一本這樣的書 所以接著牠回來一年左右 就開始計劃想寫這本書 最後都是用Rosey的故事 因為覺得始終都是用自己最熟悉的題材 會寫得最好 我想最想表達的就是 其實不想人們買狗 就算牠們是流浪狗 堂狗 或者離自繁殖場比較老的狗 其實牠們都值得一個好的家 而且牠們一樣是這麼好的 Rosey也是一個好的興奮 我在我的博物館做義工 所以我一年見很多繁殖場 扔出來的狗 有些牙齦是灰色釣了出來 很多都有心思蟲 當然有很多非法繁殖場 我們看牠的身體 都會看得出牠們曾經被對待得不太好 通常扔出來的時候 整身都是屎黏著身體 毛是幾年都沒有沖 我看過有些乳頭 就是乳頭很長 就是通常長得太多 或者溶得太多 很多被人割了聲帶 這些不是說一年見一次的東西 是經常都會見的 所以其實問題也是很嚴重 牠其實在去年七月和八月開始 有抽筋 全身抽筋 而且都抽得長 因為照著MRI知道 其實牠是腦膜炎 就是最後八個月 我養了Rosey兩年 雖然只是兩年 但感覺是覺得真的很充實 但當然每一刻都會覺得 如果活得更長就更好 我以前也覺得 不知道牠會有多長命 但其實你會更珍惜跟牠的所有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會很開心 在家裡工作 或者帶牠出街 而且牠也很享受出街 我都盡量會花很多時間陪牠 那段時間不太長 但至少我和牠都是一個開心的時間 我覺得都已經很好 當然如果牠可以享受更多開心的日子 就更加好 如果你可以等到我們出到這本書就好 這本書也不只是為了牠一個 你隨時可以繼續幫到不同的動物 但是牠的靈魂都會在這本書裡面 因為如果不是有牠也不會有這本書 就算你只是多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即是買動物的殘忍 或是為何要接種 其實都是好的 就算多幾個人知道 都是一件好事 就算你一些招勁 處理�壁 臂 儘 garments 這裡 充 Idi 不 然後 我 你 ieri